根据政策 他是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 重返部队 他和其他新兵有什么不同 下岛连队 急于证明自己的他 又遇到了怎样的挫折 从步兵到炮兵 他该怎样实现自己 当一个好兵的目标 军事纪时本期播出 新兵上岗时 我有一个从军梦 三 二 四 新兵训练营典 尽管都是 没有派遣军衔的新兵 但是六班副班长董兴 却和其他新兵不太一样 要不要再来一个 来 好 好 好 你们这把必须要把班户干掉 你们吸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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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动作十分熟练 将之分解结合的速度 要比其他新兵快了很多 加油 加油 还是没有干交单后是吗 还是搞不了啊 下不过 不但要看的是熟悉度 还要看自己的心态和心理 你心急紧张 本来你能记住这个 这个本来就是你很熟悉这个程序 然后一慌张 不知道干什么 那么这个董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经验 他和其他新兵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我是董兴 我是一名新兵 我同时也是一名老兵 原来东兴是一名二次入伍的战士 2013年中专毕业 年满17岁的董兴参军入伍 来到了原成都军区某步兵团 在服役兴 在服役两年后 于2015年退伍 而2017年根据征兵政策 符合二次入伍条件的董兴 又一次成为了一名新兵 别被子是新兵入伍的第一课 对于董兴来说 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再让你重新这么过一遍 你不会觉得无聊吗 不会吧 因为 一五岁必须得从零开始 想要在自己体验以前的时候 必须从零开始 必须帮有每一步的 走势走好 和其他新兵相比 二次入伍的董兴 自然会把当一个好兵的标准 定得更高一些 2017年度 新兵授贤仪式及宣誓大会 现在开始 加油 事实上 董兴的上一次当兵经历 曾经给他留下过不小的遗憾 董兴曾经是个好兵 2013年入伍的当年 由于训练成绩突出 他就被评为优秀士兵 2015年初 他又进入预体指挥士官集训队 并凭借突出的表现 被评为预体指挥士官优秀学友 然而 那一次当兵 东兴却最终没有留下来 当时没办法 我得回家 我不得不回家 当然我可以选择留队 也可以选择回家 但是我选择回家 那走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惜吗 会舍不得吗 毕竟当时你的部队前景还是挺好的 确实有很多遗憾 确实很舍不得 因为军装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 让董兴带着遗憾告别部队 也告别了自己梦想的 是父亲的病痛 董兴是从云南的一个小山村入伍的 他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 当父亲病倒后 母亲就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病 退伍返向的董兴 开始照顾患病的父亲 并且把家里生活的重担挑了起来 但是他的心里还总是想着部队的生活 在家的生活与部队吧 没那么有激情 当日这样想的吗 以后的日子也就是这样 很遗憾 太遗憾了 意思是他回来也说 他该做的不如完成 他洗不干 没如此 在那个兵器太严重了 但是后来他回来以后 他也就说过 为了这个病 我不能再留队 回来了 太遗憾了 一年多的事件过去了 在董兴和母亲的悉心照料下 董兴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 后来董兴的哥哥也从外地回到了家里 一家人团聚 生活也有了起色 让董兴没有想到的是 由于符合二次入伍的条件 在家人的支持下 这一次 自己竟然又回到了军营 二冬兴也将十分珍惜这个机会 三个月的新兵生活结束 董兴将很快走进新的战斗集体 这就是新兵董兴所在的部队 这一次他要当的是炮兵 下坐盾 下起开 今天就利用时间带领大家参观我们的主战装备 三百毫米火箭炮 请看 现在 董兴已经是一名火箭炮发射连的战士了 但是对于炮兵 董兴也没有接触过 这一次 他和其他新兵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下面我们进去的参观 列车 开始 开始 放上机 班长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时光操作一下 时光操作 是 还有这么多一本理论 等于你们去背 理论还是比较难背的 所以说这个 大家要先背完理论 再进行时光操作 好 不要心急 好 来到火箭炮发射连 尽管从专业上讲是全新的 但董兴决定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自己都应该在新兵中带个头 小心的人过来请 下车跟 小心 咱们进去下午 组织一个3000米的测试 虽然说 咱们刚下来没几天 但是作为红三连的一员 要更早的进入我们的车的状态 下面组织开始 四张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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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走 开始 看着 从小在山里长大 并且在步兵团当过两年兵 所以和其他新兵相比 东兴具有明显的优势 东兴 是159 中兴13分57 我看跑到你们亲民班第一名 比起他们的话算可以 但对我自己的勇气的话 确实还差 但是也算不错 自己尽力 通过考核 我们所有人都达到了合格的成绩 大概仅仅是合格的成绩 跑到最快的是董星 也才11分59秒 这个标准 所有老兵都可以达到 那么今天这个成绩 也决定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会付出更多的辛苦 让新兵们没有想到的是 全部合格的成绩 并没有得到连长的肯定 挺不理解吧 我们所有战友都合格 然后自己成绩虽然比以前有所下滑 但是感觉跑到成绩还是挺好的 已经达到优秀了 所以还是挺不理解 那么连长对于新兵们的要求 到底是什么呢 虽然说他们上次测试都合格了 但是我对他们要求是不仅是合格 要求他们必须达到优秀的标准 只有他们不断地突破自我 才能在未来当中 迎接其他科目的训练才有一丝底气 同时啊 只有他们不断地在培养自己的战斗精神 只有培养这种不发力的精神 才能迎接接下来 很多重担等科目的训练 果然在连队 东兴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挑战自我的机会 同志们利用训练展开前 宣布一个事情 与将组织战神杯的军事比武竞赛 旅立组织的这次比武竞赛 侧重基础训练 这对于董兴来说并不陌生 训练结束之后 有报名印象通知到我这里 来组织报名选招专业 是否清楚 各号牌打开 好吧 走 刚下部队 其他新兵还不具备参加比武的素质和能力 而董兴想给大家带个头 他是新兵中唯一报名的人 虽然当时虽然有顾虑吧 但是我们也是本着激发他的训练激情 保持他这个训练旺盛的态度 来出发 给他报名参加了 东兴报名参加的是障碍赛 这里就是我们的四百米障碍场 这四百米障碍场 比我们以前的五百米障碍场 差距还是挺大的 我以前障碍练得还不错 然后我看到有障碍比赛 我叫报名了 没想到这里的障碍和我以前练的障碍不一样 不过明经报上去了 我不能放弃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橙木球 下面 明经叫 两步过来之后 两步 两步 往出来 这是一个 这是这个 这是水 没见过你 我们没有橙木桥 我们瞧了一点好像没有 这边的话就是从这个上面过去 尽量地卖大步身体保持平稳 然后两手张开 学着班长的动作 董星也要过一过这个400米障碍长 和班长相比 董星的动作和速度都有很大的差距 不要形成一种心理上的一些障碍 这个运动会的名已经给你报了 那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 那就利用好点滴时间好好练一下 和自己的班长相比都有明显的差距 董星要想在旅里的比武取得好成绩 必然很难 距离比武的时间还有几天 他的突击训练能取得怎样的效果 想要证明自己 东兴在旅里的军事比武中 能否成功挑战老兵 想要时装操作装备 他又能否通过理论考核的检验 军事计时正在播出 新兵上岗时 我有一个从军梦 火炮理论学习 技战术和体能训练 新兵们下联后的生活 忙碌并且充实 而董星还要抓紧时间 进行四百米障碍的训练 经过反复练习 董星的障碍过得明显熟练了一些 这个时跑一动 怎么样 可以 来 准备 开始 这成绩怎么样 一分四十七 一分四十七这个成绩怎么样 一分四十七的话 相比这些比武的话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说还是要再自己磨合一下 练一下 干活下 这个还需要练段时间 让董星觉得喘不上气的 还有火箭炮实装操作前的理论学习 同志们 最近我们学习理论有一段时间了 为了检验大家前期训练效果 现在我们就进行第一次理论考试 只有通过每个阶段的理论考试 才可以进行火箭炮训练的相应操作 而理论学习 恰恰是董星的短板 下边给大家宣布一下考核成绩 您前 到 九十三 陆云 到 七十九 黄伟鸿 到 八十五分 坐 其余同志 均不合格 这次董星的理论考核成绩不合格 确实没想过有这么一天 自己以为自己很优秀 但是确实只是在于某些方面的优秀 而不是在于所有的优秀 我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短板了 从基础开始学习 考核的失利意味着 想要参加时装操作 董星只有等下一次考核取得合格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 这一天 到了董星参加旅里军事比武竞赛的 四百米障碍赛的时间 准备 准备 好 两人一组 然而 一开始 董星就出现了一次失误 而和董星同组的这名战士 速度很快 以至于心态的失衡 导致了董星又一次出现失误 他本身作为西兵来讲 参加了个项目 是一个巨大的肯定 在肯定的面前 有一个小小的挫折 我觉得反而会对待 以后的道路成长 对以后的军事生涯 会有一个较大的促进 尽管这次比赛 董星并没有取得名字 但他明白了连长对新兵们提出高标准的良苦用心 为了打胜仗 每一名战士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拼搏 我想大概是小年之后 他要给予证明自己吧 所以还是要心动气和 从一开始把技术打捞打实 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经过精心准备 董星又一次参加了理论考试 这次参加对接状态训练 希望你记清楚操作规程 认真操作 做清楚 准备 令人 在顺利通过理论考核后 董星迎来自己下连以来盼望已久的火箭炮实装操作 挺新闻闻 终于摸到梦闻已久的家伙 但是 自己有很多部族 可能是对理论的掌握还不太好 下部会继续加强 我会在部队也好 干出一方世界 让自己的精力梦更加圆满 和其他新兵相比 二次入伍的董星 更加理解战事的责任和担当 他要以给其他新兵带个好头为目标 实现自己的军旅生活梦想 我们也祝愿他能够继续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四千里漫漫穿葬县 即将服役期满的老兵 最后一次踏上征程 辽阔壮美的河山 再次唤起他们 使之报国的豪情壮志 蜿蜒曲折的318国道 载着他们挥之不去的 一一深情 天路十八湾 七十二道馆 一路攻坚克南 川藏兵战部顺利完成冬季物资配送任务 老兵也完成了他们内心 与川藏县深情的告别 军事纪实近期播出 我与川藏县的告别礼 中文字幕志愿资队 中文字幕志愿资格索